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在三角形ABD与三角形ACD中 因为AB线段等于AC线段 角1等于角2 AD线段平分角BAC AD线段等于AD线段公用边 所以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ACD SAS全等性质 对应角相等的关系 可知角B等于角C 2. 因为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ACD 所以角3等于角4 对应角相等 BD线段等于CD线段 对应边相等 右角3加角4等于180度 所以角3等于角4等于90度 因此AD线段垂直于BC线段 由BD线段等于CD线段 且AD线段垂直于BC线段 可知 AD线段垂直平分BC线段 从上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等腰三角形性质 1. 两低脚相等 腰边相等 2.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 也是底边的垂直平分线 三角形ABC中 AD线段平分角BAC 若AB线段等于AC线段等于25 BC线段等于14 求三角形ABC的面积 因为AB线段等于AC线段等于25 可知三角形ABC为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 也是底边的垂直平分线 所以AD线段垂直平分BC线段 BD线段等于CD线段等于7 B是定理可知 AD线段等于根号25的平方减7平方 AD线段等于24 三角形ABC面积为14乘以24除以2 等于168 三角形ABC中 若角B等于角C 试着说明AB线段等于AC线段 首先做BC边上的高 加BC线段于D点 在三角形ABD与三角形ACD中 因为角B等于角C 角E等于角2等于90度 AD线段垂直BC线段 AD线段等于AD线段公用边 所以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ACD AAS全等性质 故AB线段等于AC线段 从上述我们可以得知 若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 则此三角形为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在三角形ABC中 当角B等于角C 三角形ABC即为等腰三角形 以致三角形ABC中 角B等于57度 角C等于66度 则此三角形为哪一种三角形 再问是否有等长的边 是哪些边等长 角A等于180度 减66度减57度 等于57度 若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 则此三角形为等腰三角形 因为角A等于角B等于57度 所以CA线段等于CB线段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等腰三角形的特性吧 一、两底角相等 腰边相等 也就是三角形ABC中 AB线段等于AC线段 角B等于角C 二、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 也是底边的垂直平分线 即AD线段 平分角BAC 且垂直平分BAC线段 希望这档课有帮助到你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